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 财经起传号 今天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上涨了75.31点 收盘指数10824点 涨幅0.7% 成交金额1355.96亿元 OTC市场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弹 上涨了2.08点 收盘指数是144.78点 涨幅1.46% 成交金额312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 吕汉威 台北股市在前一天 因为受到土耳其的金融效应影响 所以全世界都大跌 台北股市的跌幅特别的重 昨天终于随着土耳其的里拉的回稳 台北股市昨天也回稳了 这个回稳到底能够撑多久 如何来看待 我想跟听众朋友报告 今年以来其实不管是台股或者美股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区间震荡的走势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 应该说前天的大跌 其实市场上面本来就已经有一点心理准备 就是说这一次川普的贸易事件 其实今年每次川普只要有重大的动作 其实全球的股市都会呈现一波回档 但是这波回档它也不会回得太深 如果以台股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跌个5个percent 4个percent到5个percent左右 然后又开始新的一波所谓的反弹的走势 目前看起来这波里拉之乱 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因为本来市场上面觉得这个盘市好像就是闷闷的 但是说要走跌也没有 因为大概在前天之前的一个礼拜的盘市 大致上都是一个无量 但是盘市却可以来到台股来看 来到一万一千点之上 那突然就在这个川普宣布 可能对土耳其这边有一些关税上面的措施之后 大家担心会对它脆弱的经济所造成影响 然后使得里拉出现大跌 那原则上里拉大跌 其实也不一定说让股票市场会出现很大的波动 但是因为我们在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对亚洲金融风暴 那一次也是因为泰猪在短时间之内突然出现重挫 那时候在台湾其实还没有感觉 事后回头去看才发现 原来那一次的泰猪贬值对台湾的影响这么大 对而且它就是有一点我们所谓的蝴蝶效应 就是很多蝴蝶开始拍翅膀的时候 慢慢的就引起了那个所谓的连锁效应 那我看很多市场上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大事都出来讲 这个里拉重挫要小心 那反而从过去这几年的这个观点来看 我想不以这一次为例 你看前面之前像北韩 每次说要打射飞弹 那很久以前的事情 好像都是一次新的买点出现 所以我就说 应该我想表达意思说 预期到的风险 有时候其实虽然它还是有修正 但是可能不会有我们所谓心理想的这么恐怖 但是反而是其他我们可能预期不到的 比如说我今天有看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大陆这个P2P 就是所谓的类似的 已经倒了4700多家 对而且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人民 好像蛮多血汗钱就这样消失不见 对这个可能我们要去留意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到底这个里拉之乱会不会过 我是觉得他应该来的也快去的也快 因为毕竟我觉得 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间 就是说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 所谓的货币的动作 我相信各国的央行 甚至连土耳其的政府 他都很快的去做一些准备的动作 但是亚币的走弱 其实是今年以来不争的事实 那原则上我觉得它是跟关税 有蛮大的关系 一个国家要克 向所有的国家克关税 那既然你是全球强势货币 我干脆就让你更强 那当然你看简单讲嘛 你克我25% 我货币扁个25% 那这个税率可能 当然说扁25%是有点夸张的 但汉卫只是举例就是说 看起来今年的会市 就是可能会以强势美元为主 那如果强势美元持续 这样比较长的时间 就很容易出现 我们今年所看到的行情 这个行情就是上上下下 一直没有办法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突破 所以结论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 很明显的多头趋势 倒不是说里拉之乱结束 而是说美国在贸易战这边 什么时候让它尽快 转变成各国政府 坐下来谈一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区 其实现在已经蛮多 欧盟有准备要跟美国谈了 我们就不要这样子 炒来炒去了 你加我多少关税 我又加你多少关税 干脆我们弄一个自由贸易区 因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其实对台湾很多出口的赏仓 蛮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大概过去两三个 两三个礼拜虽然台股在一万一 可是财报越好的股票 跌得越凶 但第一个大家最明显是被动元件 那你说它跟这个关税有关系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牵扯点 它可能就是市场上面会觉得说 下半年的这个缺口 就是供给缺口 会不会还像上半年来这么大 那真的切货状况这么严重 可是第二个方面就是 所谓的积电产业 其实这一次在贸易战里面 台湾的厂商是最吃闷亏的 比如说像上银 明明获利就很好 营收也不错 连董事长都出来讲了 情况你这个关税的之战 就我们最倒霉 就是大家会担心说 会不会影响对它未来在成本 或者是在销售的状况 但是它端出来的财报却相对营收不错 可是股价却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袖震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 所谓的这个全球的关税贸易大战 然后甚至演变成所谓的货币大战 让市场现在大家所有的热钱来讲 它的不确定因素很高 以昨天为例 就像刚刚奉行有提到 前天大跌了200点 昨天涨了75点 其实连一半都还没有回来 对 一半都还没有回来 第二个外资连买都没买 昨天还是小 没有大幅卖超 但还是小幅卖超 对 还是小幅卖超 然后它的期货也没有 因为今天要结算了 好像赶快把前天给这个减少了一万口多单 再给它补回来 也没有 就补了一个几百口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 昨天我们看外资的卖超 它前面会卖这么多 是因为它前面市民都蛮恐怖的 红海也卖非常多 然后旺宏 然后这个华邦店等等 几乎前面市场里面有三档都是电子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 其实美国这边科技股 尖牙股 今年以来 我看除了苹果之外 还有所谓亚马逊之外 其他大家都有点胆战心急 甚至连Intel 财报不错 财测也不错 但是股价却反而利多不涨 因为下半年出了 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变数 当然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刚一直在讨论的 这个关税之战跟货币战争 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这个我想不是单一 就是某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去解决 它是各国政府上面在角力 我想这个可能大家 因为这个变数这么多 那这样听起来汉威啊 又有贸易战 然后贸易战所牵出来的货币战 然后再加上美国联准会 现在还在升息循环 所以它还在从全世界把资金收回来当中 然后再加上新市场 土耳其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指标 就是呢 因为美国联准会把钱收回来 所以呢 新市场就开始出现了贬值 这不是只有土耳其里拉扁 亚洲货币今年对美元大部分都是贬值 只是没有贬得像土耳其里拉扁四成 扁这么多而已 那对于很多外在比例比较高的国家 尤其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外在比例比较高的国家 它就可能会产生危机 好那又有贸易战 又有货币战 又有美国联准会升息 然后又有新市场的 这个可能的金融危机 这一连串的大环境之下 听起来台北股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不能够太乐观 是不是 对也就是说今年要像去年这样一飞充电 不断的创高的几率 除了Nestuck之外 其他S&P500是差一点 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容易 其实你在各国股市 你像陆股还破底 当然不是最低的底部 但是它好像一个趋近的底部 在这一阵子破下去 那韩国股市 韩环最近也走得非常的弱 那热钱真的确实有一些撤离 虽然也不是说来到相对性低点 但是至少看得出它明显性的修正 所以今年的股票市场 我的操作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你出现一个波段高点的时候 你也不追 反而等待像这种里拉之外 因为其实你仔细回头去看 台股就是上上下下 它区间大概就1048元 所以你觉得这个区间范围 短期之内也不会破掉 对也没办法 除非川普现在就说 好啦我不再跟你们闹这个灌税 每个派一个人出来讲 我们在哪里设自由贸易区 你的国家设在哪里 那我们有什么条件 可以在里面做自由贸易 那就会有突破的可能性 就突破一些 对因为它摆明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跌破下跌空间的呢 有就是我刚刚讲大陆这个P2P 里拉可能 我觉得因为前面有一个泰铢 就亚洲金融风暴 大家有准备了 就再来一次我们都有办法防范 就是我会阻止这个弱势货币 突然中错的这个模式 因为其实 如果印象有心的话 前几年的TRF 我们也是面临到很大的危机 对不对 也是这个人民币突然的重变 但是还是能够有办法把它 它很快就止血掉 但是如果是新的 没有听过的 好像我刚刚讲的P2P 虽然它是在中国大陆 但是它确实让民间的资金 有一点动乱 这个可能要去注意 但倒不是说它一定会演变成 什么样状况 因为毕竟 讲白一点 中国大陆它也是有点封闭的经济 然后它不一定马上会 扩大影响到 如果它会的话 以路股破敌的这种模式 我们全球早就金融风暴了 对 不会说拖到现在 所以你看外资的操作 它现在也是很好玩 昨天当然是说 先跌的股票已经先止跌了 像被动元件 国据啊 对国据 那当然我觉得后续 我刚刚提到的基电股 因为它是莫名其妙被关税的拖累 像上瘾 其实市场上蛮多 蛮关注这类型的股票 因为它财报很好 但是却股价很弱 所以被动元件 细经元 然后基电股 都必须直稳 你才能觉得这一波直稳 对 那当然因为昨天有嘛 我反而认为它有机会反弹 OK 对 但是因为会不会能够持续上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反弹上去的话 压力区会在哪里 反弹 我以大盘来看 我觉得大概来到 一万一千点之上的时候 大家又可以做一个 获利了解的动作 因为今年就是这样 来来回回这样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资深分析师李翰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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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